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臣拜见陛下 平身吧 谢陛下 陛下今天上了早朝 臣便知道 陛下已从痛失圣人的悲伤种 解脱出来了 是赵仆以陶酒为名加以贱责 才是朕振作起来 着手处理好国事 积攒下来的国事很多吧 是啊 最急迫的 就是为人仆等老臣提出辞职 朕叫你来 也是想听听你的想法 臣以为 可由赵仆担任宰相 就由赵仆一人为相吗 最好也如从前设两名宰相 臣再聚见一人 刘温宋 刘温宋 此人虽不发才干 但过于刚正 不善协调 主持御史台尚可 通管全局 只怕不行 赵仆不会愿意 除非陛下直接认命 事先不属于赵仆 事先不属于赵仆 是啊 臣对此也是痛心疾首 朕也想过 直接任命沈一轮 吕卿为相 威劣赵仆之后 但若引起赵仆不快 只怕会有误朝政 赵仆心胸开阔 不会那样吧 你说得也是 宠征的刀在下 是是是 再往于州费心 宰相呢 宰相来了 宰相来了 好 好 好 恭喜宰相 恭喜宰相 恭喜 恭喜 恭喜赵仁 恭喜赵仁 承蒙陛下厚爱 自今日起 赵仆 任大宋宰相 恭贺宰相 都起来吧 谢宰相 众所周知 我大宋前任宰相 乃厚州 韦仁浦 韦大人 自大宋开国以来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任宰相 乃是我 赵仆也 今日起 我将正式入主 正式堂 正式堂乃中书官署 上乘皇义 下连民众之疾苦 你我 定要尽心竭力 效忠官家 效忠大宋 诸位 应该有所耳闻 我赵仆做事 历来 严肃认真 雷厉风行 日后 若有顽忠职守者 严惩不殆 下官亲戚 赵仆终于败相了 便是你不举荐 官家也会让他当宰相 你不过是送了个空头人情而已 话不能这么说 你不知道吧 赵仆宰相的斥令 是我给他恕斥的 他的任命 怎么会是官人你管呢 不管怎么说 如此一来 赵仆心里就应该有所察觉了吧 虽然官家重用他 但作为官家的亲弟弟 我的地位要比他崇高得多 这倒是有点意思了 如此 赵仆爷该有所收敛 我便可 居高临下地接近他 真到了有能明天 需要他出来 为娘娘遗诏作证的时候 他也会掂量掂量 赴救于我 我看出来了 官人是看得比较长远 官人是看得比较长远 卢多逊的那尊琴带鱼雕 可以派上用场了 要趁这次招谱白相的机会 我要把他拉得 离我近些 再近些 下官带赵大印前来 恭贺赵宰相主持正式堂 这是赵大印的一点贺礼 乃是秦代玉雕 望赵宰相笑纳 要判官 待我向赵大印道业声谢 笑得遵命 李可渡 在 宋科 是 杨大印请 下官告辞 夫人告辞 官人 这么贵重的礼物 你怎么能收下呢 收 一定要收 这可是赵光义 笼络大臣的罪证啊 事实 我会给官家呈上 官人 这赵大印是官家的弟弟 人家 那可是义乃同胞 血脉之亲啊 我看你呀 还是和他友善相处为好 夫人 我又没跟他刀兵相见 你不要在朝廷里树敌太多 无所谓树敌不树敌啦 夫人 我现在主持正式堂 是当朝的宰相 李重菊是书相 夫人你也知道 那李重菊 他什么不听我的 你也知道 过些时日 我再让楚昭府 接替沈一轮的三思史 到那时 我就是政权 军权 财权 三权握于一手 我仅在皇帝一人之下 而在万人之上 据此 我就能更好地为官家 为大宋效力 人生由此作为 死而无憾 他就和你说了这么两句话 是的 然后便说送客 算是把我赶出来的 赵仆如此 并非坏事 大爷 大爷 在下以为 我们现在不怕赵仆狂妄自傲 而怕他小心谨慎 处处提防我们 他现在这样出言不逊 正是我们所要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他的破绽 何愁不能把他制服 让他效忠于大爷呢 我便冷眼胆看螃蟹走 看他横行倒计时 好 陛下 臣近日在正式堂 查看各地 呈上来的奏报 他们反映的情况不一 且有诸多自相矛盾之处 臣以为 陛下应该 钦派钦差大臣 去各地 视察民情 好 便由参之正事 吕庆 辛苦一趟 马上就要春波了 要多留意百姓春波农丧之矿 臣 领旨 我从哪儿就负负负负负 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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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了 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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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能这么凶人呢 小臣 你继续让我种地 少废话呀 你种什么地 没有地 我们家人都得饿死啊 大臣 大臣 不是和你说的清清楚楚了吗 你还求什么求啊 你给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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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活不了了 开我说 你去年的地租钱都没有交呢 就是 还想种大臣的地吗 不想活了吗 你 那不愿我呀 那是天灾 天灾呀 莫非一家没有田地 我要是有地的话 我还能来租他们的地吗 少废话啊 敢滚 少说废话 快点 走 这个兄弟 咱们这里没有土地的百姓多吗 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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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老百姓有几个有土地的呀 这个镇上大部分的土地 都被那个季大善人给拿去了 此人怎么叫做季大善人呢 他让我们这么叫的呀 这个人哪 狠哪 当今的官家 哪里会想到百姓 这位道长何处此言 贫道实在是气愤不过 道长误会了官家 何以见的 不瞒道长 在下便是官家派遣 刻意前来了解民情的 你自然会向着官家说话来 你要保住你的官位吗 非也 官家确实十分关心百姓疾苦 这才命在下离京巡视 及时上奏 尽速解决 今天在这里 与道长有缘相聚 如果道长不忙 请与我一起各处走走如何 贫道道号华山真人 此时正在云游天下并无踏实 便与大人同行 只是这位大人 你真的敢把你看到的天下事情 如实地禀告给你的官家吗 道长也应敢知 当今官家对民生疾苦 深细心中 各派我等前往四方考察民情 自会据实奏告 当初郑州使臣审议论 确实是为了当地的百姓 伸张了正义 希望这位大人也能如此 这便是百姓之福了 在下自当尽力 请 请 据吕参氏奏报 各地多数百姓都没有田地 有的因为天灾 收成交不起地租 便再也租不到土地 只能四处流浪 田地 大都集中在一些豪强官吏手中 这些人占有大量的土地 都在少抱田树 以偷漏租税 此外 吕参还发现 由于战乱有好多无主田地 任人抢中 实有斗殴 朕在深宫万万没有想到 竟有如此严重的势态 必须马上下诏 采取紧急对策 诸位有何想法 请说 陛下 臣以为 以下诏重新渡田 让那些多余的田 无主的田 进行再分配 并命远离家乡的人 回到园籍 使耕者皆有其田 以免他们在外 祸害一方 陛下 臣等近些年来 一直在思虑此事 显已有初步方略 以微臣所见 可按我朝眼下的实情 让农民自行开垦皇帝 且三年之内不受租赋 微臣认为 可以适当地调整租赋 区分贫富 把我朝子民共分为五等户籍 田地多者 可多纳税赋 你二人所言 正与朕所想相同 马上下诏进行夺田 便由李书相注释 臣领旨 崇举啊 你身为书相 政绩不大 眼下官家要推行夺田之制 你一定要尽心竭力 展现你处置大事的手段和能力 崇举成教了 我这就安排官员到国家各个地方去夺田 明天我也立即赶往德州 好 去吧 听说朝廷派人来了 丈量田母了 来了又能怎么样呢 你们不是不知道 咱们县太爷李瑶大人那是朝廷派来的 和来夺田的那个左赞山大人申闻尾是认识的 所以结果能怎么样呢 你怎么都知道 我弟弟 是在县衙所示的 他跟我说 这姓李的大人来咱们山河县不到一年 就侵吞了近上百请的粮品 全部放在他小舅子的名下 上报的只有二十多请 我跟你说 这申大人说是来夺田的 实际上什么事他都不管 都把这事让给这个李大人去做 他每天就知道吃喝玩乐逛牛子 吃饭了 吃饭了 喝酒 喝喝喝 吕大人 难道这些事 官家都不知道吗 走 让我们进去吧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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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老兄 这是何故啊 听说官家有诏书 还派人来夺田 要给我们老百姓分田地 今天我们来求田 反被他们给打了 是 是 只有他理智现在呀 谁能把田真的重新丈量啊 就是啊 谁能把田重新丈量啊 是啊 闯牙 把田还给我们的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要倒白是 干什么 你干什么 谁敢如此大胆 竟敢私闯信仰 你们看好了 我是谁 吕三世 在下申闻味 拜见吕才是 下馆李遥 拜见吕才是 胆大妄为 你们干的好事 刚才有一位自称是您已故夫人的表弟 说从老家上党而来 他还听说您在德州这边督察夺田 他来拜访您 是胡赞了 快快请他进来 是 表姐夫 胡赞 表姐夫 快快 快走 走走 来就来嘛 带什么礼啊 我是来给您道喜的 表姐夫 恭贺表姐夫荣生书相 胡赞 胡赞 家里一切都好 都好 你是不是把生意做到德州来了 表姐夫有所不知啊 当年周太祖建国后 小弟曾担任过公布园外 本想得劲爆国家 谁知遭人诬陷排挤 所以挂官而去 如今听说表姐夫主掌疏密 故赶到德州 还想请表姐夫向朝廷举荐 已了我报国之愿啊 胡赞啊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们这里天天打打杀杀 不是啊你 你做你的生意多好 安排你当然不难 可你我关系非常 这要是让人说闲话 肯定会闹出什么事端来的 表姐夫 小弟路经此地逃来一物 还想请表姐夫鉴赏鉴赏 表姐夫 生意所得只能满足我一己之私 还想请表姐夫向朝廷再举荐举荐 以了我报国之愿啊 好吧 好吧 这样 我马上修书一封 你赶回汴京 送宰相赵普 宰相定会谅才而用意 多谢表姐夫 吕玉庆的奏报 以四百里极异奏上 这山河之县是李瑶 竟敢以权谋私 霸占如此多田地 并收受如此多有田者的贿赂 是那里多田紧走过程 有名无使 左赞山大臣申文卫 收受李瑶贿赂 将多田交由李瑶去办 自己 沉迷于酒色之中 朕是集中难返哪 朕立国已六年多 还以为百姓的生活好起来 哪想到 朕从朝廷派出的支县时 夺田棍 也如此地 鱼肉百姓 李书相在书信中说 你在前朝干过公布园外郎 后来因为受了诬陷 愤然离职 后又经伤 那如今为什么要弃伤从政呢 圣意所得 只能满足一己之私 钱再多也没有大用 小人自夸一己之私 这句我素有报复 却无缘为国为民尽力 况且前面数朝 皆朝政腐败 奸命当当 也容不得小人 如今陛下盛名 朝野清明 由赵宰相主持正式堂 或许小人能为国尽一点心力 好 很好啊 您有此愿望 正好我大宋官家胸怀天下 又一框天下之至 这样吧 你既然你是 李书相举荐的人 就在正式堂书记室 做主事吧 请 好好好 大爷 官家现在正在忙于夺点之事 夜下可以放开手脚了 好 坐 好 我已安排 假眼姚树他们 四处挂拿仙材 充施作药了 这样引进的人 并不能在关键之际 出尽中立 卢学士 有何想法 在下一位 大爷可向官家请求 请泰山大人扶王爷回京 掌握军权 如此 在必要之时 才能成就大事 不行啊 官家对军权之事十分在意 非常的敏感 我要是这么做 难道不会招致官家的猜疑吗 大爷呢 若一味招纳闻事 手中无兵权一事 大爷又怎能实施娘娘的遗诏呢 是 便退一万步假 官家并未留意 赵仆呢 赵仆难道他看不透吗 关键是官家 官家若对你没有疑虑 赵仆说也没有 这丫头啊 他怎么就还没死了要当这个圣人之心呢 哪个女人不想当圣人 哪个男人不想当皇帝 这事是该想的吗 你怎么跟你妹妹一样糊涂 这天下没有绝对的应该与不应该 什么事要先想 然后做 做的时候要多想 想好了再做 日后必定成功 就拿我妹夫光义来说吧 如果他不敢想他赵家得天下 不劝他哥哥举兵 不和我妹妹做点简做的木牌 使官家荣登大宝 他现在能坐上开放府的大爷吗 这人哪 一定要有知足之心 常言道知足者常论 否则 眼心勃勃又没那个病 只会适得其反 惹下大祸 我一直在想啊 我若回京 这弄不好 我们夫家及九族之人 那就都得丧命啊 爹 您怎么越老胆越小啊 想当年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时候 您什么时候担心过掉脑袋呀 这一定是光义的意思 是他意思又怎么样 他既然这么想了 自然努力去做 日后必定成功 那个时候 他当上皇帝 我妹妹当了圣人 咱们福家 会光宗耀族 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 可是 上次您也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 后来不还是去见太后娘娘了吗 之后担心满门抄斩 结果怎么样呢 官家连一句满眼的话都没有 还让光义当上了同屏张氏 开封府也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官家 早就答应了太后娘娘的医嘱 日后传位给光义 这是儿子安排人拟好的折子 请官家恩准回京 为我爷爷上墾 然后要求觐见 我妹妹说了 这样做官家必然恩准 这个芙蓉 嗯 绝对不会想出这个主意 爹 你都见到女儿了 怎么还不高兴啊 福荣 你跟哥哥说娘娘有遗嘱 这是怎么回事 是官家身边的人告诉我的 说太后娘娘在冰天之前 留下遗嘱 让官家在百年之后 把皇位传给我 这话可真 千真万全 有官家当时怎么说的 官家当即就答应了 不料 圣人和赵仆极理反对 如今圣人已故 只剩下赵仆 儿知道 赵仆的能量是不容小觑的 一旦官家冰天 赵仆肯定不会说出 娘娘遗嘱的真相 他会拥离皇子登基 所以 我和芙蓉商量 请爹爹回京 以体衰为由 向官家提出回京养老 官家是不会答应爹爹陷居的 如此 日后爹爹便可助小婿一臂之力 共同对付赵仆 那这事 官家会怎么想啊 正是因为官家与我一屋隔阂 我才敢请爹爹回京 但是爹爹见官家的时候 务必只可提回京养老之事 万万不可有求职之意啊 这一点我十分明白 稍有一点回京求职之意 那就会使官家大为猜疑 以官家之意让我心惧 那为父还求之不得呢 深谢泰山大人体谅 不知泰山大人 承请监驾的奏折地上去了吗 蒙官家垂帘 依照我明日在秦政殿见驾 那一切就拜托泰山大人了 老臣服燕卿叩见陛下 父王爷平身 谢陛下 坐 臣请求回京 为家父上坟 陛下马上就恩准了 这已经是格外的恩宠了 哪天是令尊的祭日啊 还有三天 全子昭寿已经都准备好了 父王爷虽然年迈了 但是仍然有阴阴孝心啊 朕看到父王爷就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他只比父王爷年长一岁 却已过世八年了 这人到老了都喜欢念个旧 老臣也不时地想起令尊昭悟皇帝 当时 臣与昭悟皇帝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岁岁月月 仿佛一幕一幕地 就在眼前哪 当年父王爷 可没少关照朕 和朕的全家 特别是在朕 藤爱有家 在朕 冲撞了晋国皇帝的时候 出手相助 这些都是应该做的不足挂齿 这一转眼 老臣已经六十有七了 老矣 老矣 朕刚才看父王爷进来的时候 虎不生风 不劳不劳 承翁陛下夸奖 老臣近些年来 虽然没有患过什么病 还一直坚持在习武 老臣 可是这岁数 不服老也不行啊 这说不定哪天 只要一倒下 就再也起不来了 陛下 能否让老臣 离开洛阳 回京居家休闲呢 这 王彦超不是已经 回京在家休闲了吗 儿孙绕夕 其乐融融 老臣还比他长两岁呢 也该如此了吧 王彦超 如何能与福王爷相比 朕和大宋江山 还希望有福王爷操心呢 此乃臣之心声 冒昧属于陛下 还望陛下 恕老臣莽撒臣之嘴 莫撒臣之嘴 且先回府 后旨吧 谢陛下 谢陛下 微臣就先告退了 微臣就先告退了 皇亲 陛下有何吩咐 宣赵大印 是 赵大印进见 臣 拜见陛下 平身吧 谢陛下 方才你的岳父来见朕 想要回京居家休养 你觉得该如何定夺 岳父大人 已经六十七岁了 也该休养了 将洛阳留守之职 让贤他人 回汴京王府遗养天年 也是个乐事 可是朕 见他身体尚好 尚能为国尽力 看着好 只是表面 岁月 毕竟是不饶人啊 他是我 大宋朝的元老 就算是回到了汴京 也要为他开牙设官 才合典章啊 岳父他一生带兵 即便在洛阳 主要也是掌管军务 朝中掌管军务 是书密院 已经有李书相在任了 其他的 也没有什么特别合适的职务 再说 他岁数确实大了 这样吧 便由福王爷主持 进军练兵你看如何 岳父已经是太守 魏王 即便是陛下要他代为练兵 也是他分内的事 没有必要再名为君子了吧 再说 他是微臣的近亲 还是请陛下受回承命吧 为我大宋兴盛 自当外举不必仇 内举不必亲 光与你能如此避嫌 朕心甚畏 这都是陛下多年教训的成果 陛下 臣刚刚看了伪认 赋言轻为马步军都指挥使的斥令 臣恭请陛下收回承命 这是何故啊 福王爷 位高权重 不易再掌管军务啊 你的心思朕明白了 朕也已经同光义谈过了 福燕卿十分可靠 你就放心吧 陛下 您可能忘了 被九师兵权之后 进军就不再设 侍卫马步军都使一职 设不设 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 要看朝廷的现状而定 福王爷 是老将 老臣与朕的父亲关系非常 曾有大恩于朕 他要回京 朕岂能不准 况且现在四海未平 军事不可松懈 故受他辞职 有统兵权 而无发兵权 赵大人 赵大人 你就放心吧 赶紧带着你的斥令 回郑士堂 署名 改印吧 陈 臣 遵旨 遵旨 吕三世 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一职已撤 殿前司 侍卫司改成三雅 这个怎么刚刚撤了又要恢复呢 再说了 福王爷都六时有期了 不宜再掌管军务 应该像王燕超等人一样 回家 遗养天年 你说对吧 向官家奏剑了吗 奏了 可是官家没有表态 吕三世 你是不是 再向官家启奏一下 福王爷乃是四朝名将 担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 理所当然 至于采用两丝还是三雅 哪一官职撤去或者复用 应因时而改变 并非一成不变 官家用人自有其用意 我等作臣子的 不宜强行阻止 有礼 很有见地 没有别的事 不许在下告退 不许在下告退 来 小人胡赞 拜见宰香大人 有要事相告 想 小人奉李书相之托 在暗地里留意赵大饮 近日来 他与他的夫人多次到福王府 刚才又去了 是吗 小人还发现 赵大尹在招大人才 开封府门庭若市 前去投奔的人很多 朝廷大臣去拜见赵大尹的 都带着礼物 这是名单 好 太好了 护赞 日后定要更加小心 小的知道了 告辞 赵大尹 微臣赵朴拜见陛下 平身 谢陛下 陛下 这是秦代的玉雕 价值连城啊 写此物进宫 有何用意 怎么还没有发出去 是吗 是吗 是很 Katrina